百福千祥迎进来 刚才在上面看很多人在说拼 我们给咱自己家的超市起了个名字叫百福门 这个叫以前中国古代叫百福临门 那么百福千祥迎进来进门来 就是我们自己为什么要办个超市 因为我们要弘法 弘法立生需要大量的资金 那么大家也都不容易 这个日用品每个月是必须的 你不能说你再省就不吃了 所以说我们自己建一个超市 你们可以网购 不必要跑来 因为很多人没有车 你买五十块钱 我们就派人送到你家 家里面去 特别你们家里有老人的就更方便了 咱们这柴米油盐酱醋 这个还有卫生纸 提修 什么都是全的 家里得洗的用品 是让大家为道做一点贡献 这个叫体内循环 大家都是红道者 所以是那么让你捐钱确实为难 但是你买生活用品的时候 实际上帮道厂赚了钱 这就是在帮助道厂做建设 那你除了满足了自己日用品 是同类价的或者是更便宜的价格 那么需要之外呢 你还积累了这个 为道的工作 为道的奉献 那么这个拿到我们拿到这个赚到的钱呢 建更多的道场在全世界 那么这个完成我们十年内 建三百个道场的使命 我们每一个人呐 你这个人体就是个小道场 所以是这个小道场要拿来红道 拿来红道呢 你这个帮众生的时候 众生的业力 一定要从你这个道场过一遍 这个叫过信号 又叫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所以它过一遍对你是没有什么伤害的 你只是临时背了一些包袱 等到你把法会一做 这些包袱都送走了 你反倒赚一下功德来了 它不会对你的肉体和心灵 这个部分造成任何的负担 所以这样就告诉我们道场的重要性 所以说我们就需要在全世界 整个地球 建立三百个道场 三百个道场 那这就需要一笔很大的资金 那么大家都深深守 我们现在至少有一百户人家 可以来使用这个潮湿购买生活必需品 因为交通我给你解决了 那么可能一个家庭 至少要五百块钱吧 生活费 那一个家庭五百 十个家庭呢 一百个家庭呢 我们有一百个家庭 一个月的这个销售额 至少是五万呢 一年是六十万 六十万百分之十二的利润 就能给公司赚十二万 十二万就是很大一笔钱 但是对大家没什么影响 因为你买日用品在哪都是买嘛 对不对 在哪都是你们需要的日用品 我们这都有 你要什么品牌也可以跟公司提议 我们都可以给你进来 这是什么 这个现在的一个新名词叫体内循环 咱们弘法立生的人 知道建道场不容易 要把道场建得更大更广更多 我们一起众人使柴火焰高 实际上你在帮建道场的同时 你一再急功累得 那急功累得 自然你白斧千祥都找上你了 对不对 因为你是为道在奉献 但是又不影响我们的日常生活 又不会让你多花钱 我的目标呢 是将来有一千户人家使用我们的超市 那当一千户 一千户人家使用我们这个小超市的服务的时候 这就了不得了 这个我们刚才算了 这就是六百万 对不对 刚才说是一百户是六十万 一千户就是六百万 你把你的父母兄弟姐妹 亲朋好友都让他使用我们的超市服务 争取能给大家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八的回扣 就是你直接就是给你这么多的优惠 我们体内循环 超市会员我就给你百分之五 那福德增上的我给你百分之八 那这样的话就吸引你的兄弟姐妹 因为一个电话就行了 那么你不喜欢用电脑 用手机下单 你一个电话我们就送货了 只要超过五十一定把货送过去 这样这个几年内打到一千户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你们肯干一个人带动十个人 你的周围的亲朋好友同事十个人来消费 我想这个也不是让他来听课 这个功德你总能做嘛 那就为道场赚了很多钱 你想想全球要三百个点 三百个点 我们一个点三个人平均三个人 那我们就得养一千人 每个月给一千人发薪水 这是多大的一个开销 我们不赚点钱拿什么去给他们发薪水 没有薪水他们怎么能安心办到啊 所以我们的办到一定要工作人员能吃上饭 大家要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超市 不是说我们就是为了发大财 那么我们发财是为了办到 跟普通人发财他去吃喝玩乐 所以这个不同 所以这个感谢你们啊 刚才很多人在采购 给他们个掌声啊 以后多多采购 哈哈哈哈